K欄裡面最常購買哪一種雜誌 這邊有這條廣告類的還有包裝類的 平面類建築包裝 OK 平面設計 空間規劃 多媒體 不過應該感覺直覺好像這個建築應該比較男生會比較喜歡吧 然後呢 包裝設計應該女生好像比較會喜歡吧 男生好像比較 不太喜歡包裝 假設多媒體的話 好像這個比較不分年齡 建築設計好像比較 男生會比較喜歡 另外你可以想說男女另外就是年齡層 還有教育程度 等等的比如說這些 這些設計類雜誌 到底 他們的佔比哪一個最受歡迎 如果我想知道 比如說 那我想知道的話第一個很簡單嘛 數量幫我統計出來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插入一個 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 那第二步做什麼呢 你就把那個最受歡迎的那個雜誌這個 統計資料 把它拖拉到列 這個是主要的嘛 所以你會發現他馬上幫我 把這個裡面的 不重複 不重複 其實這個拖拉我 剛剛講過啦 就是移除重複嘛 所以移除重複完之後我發現 總共 有這 二、四、六 九個 九個 九類的雜誌 那九類雜誌 這150個問卷裡面 到底哪一個 佔最高 所以老闆說 你先跟我講一下 哪一個佔最高吧 統計出來 給我個報表 OK 怎麼樣知道哪個最高 很簡單吧 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 最常購買的雜誌拖拉到值 那我講過這個值如果不是數字 它就是 幾個嘛 OK 就馬上出來 那如果老闆說你請你幫我 按照排序吧 你要我自己在那邊慢慢看 我怎麼要哪個最高 剛好最下面是最高 你這不是 最好是什麼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我們就不要知道說 如果要賣哪些雜誌 進哪些 應該是目前的主流 所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按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什麼呢 A到 應該是 Z到A OK 那你會發現 最常 購買的雜誌 第一名就廣告設計 第二名的話 就平面設計 一直類推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一些data 你馬上可以 把這些東西 馬上可以抓出一些 可能你以前沒有注意到的 但是你想說 可是老師我希望顯示的東西 不要是像數字 我希望百分佔比 因為有時候我想知道佔比可能會比數量更重要的話 怎麼辦 一樣 再拖拉一個到旁邊 到下面 然後按一下這個值的 剛剛講過了 值的這個 值的欄位設定 值的顯示方式 把它改成總和百分比按個確定 百分就出來 另外呢 小數點到整數 所以常用裡面的把那個小數點拿掉 OK 這樣的話 就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類似有這樣的 這樣馬上就知道 21% 是廣告設計 OK 會有一個數量 當然你也可以利用這個來 畫一個圓餅圖 OK 如此類 這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我覺得樞紐分析有個好處 就是他其實還蠻靈活的 就是說呢 你可以很快的統計出你大概 主要的那個 一個資料 但是第二個如果說你希望再加一些條件 比如說 我想知道 性別 在 那個什麼呢 設計類雜誌有沒有一些 就是會影響的 因素 就是性別 所以你可以再加上什麼 這是第二個因素 主要是要買哪一種 第二個的話呢 是性別 或者是年齡 像我們剛剛設計的題目是年齡 不過 我覺得這蠻活的 你可以怎麼樣 那再來的話我先把那個百分比先拿掉 先數量 百分比先標 然後 在藍 藍標籤裡面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因素就是 比如說性別好了 性別 所以把性別拉到藍標籤 放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幫你劃分 如果是男生的 跟女生的 他就 一分為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這部分的話 男女 就會有另外一個因素 加進來 那 或者是說如果今天不要是 那個性別 我希望 透過什麼年齡 年齡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性 性別拿掉 年齡 拉到這邊來 OK 那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呢 又會幫你劃出一個表 出來 哪些年齡 會用 會 比較喜歡哪一類的設計的那個雜誌 一樣會第一個問題 就是裡面如果 空的 我希望把它補零的話 我剛剛講過 選項裡面 再到選項 把那個若為空值 顯示為零 把它補上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本來裡面是空的嘛 這個時候他就會自動補一個零進去 這樣的話感覺 資料裡面就不會說有些有資料有些什麼是空的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選項裡面的 若為空值顯示為零 這邊的話可能要再補一個零進去 這樣的話我們就 大概知道一下 每一個年齡層不同年齡層他們的喜好也是不一樣的 那可以再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 我們統計出來的這個資料 也許再畫個圖吧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先把這個 他的哪一個最常購買的雜誌 加上那個年齡的分析 最後呢 把它做成一個 這個 有關 這個樞紐分析圖 所以做完之後我希望畫一個圖 長得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樞紐分析圖 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同 跟剛剛 第一個 他的標題 是放在 不是 像剛剛那一題是重疊 這才放在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圖例部分的話 剛剛是放左邊嘛 現在的話是放在上面 我剛剛也有用過了 字當然你可以把它放在 再來的話下面的標題 我也把它放大 第四個的話就是說 那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在那個我們的坐標軸上面 我 又多了一個標題 比如說這邊的話是人數幾個 其他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用一個直條圖 然後呢顯示 不同年齡層 購買的一個 多寡 其實就是數量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個簡單的數量分析的話 那可以用直條圖 OK那假如說 背後這個部分你會發現 這個後面好像有畫一些 主要格線跟 主要格線沒有 我這個底下 這個網狀 好像是用一個 一個圖 一個什麼 圖案吧 貼一個圖進去 所以也許 待會 先把那個 剛剛講的這部分分析 先試做 待會再來看圖部分 那你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後面那個樞紐分析圖部分 看到沒有